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闭蓝 欢迎来到迷路阵线 昨天台湾当局通报解放军29架战机 进入台湾控制的这些空域去飞行 做战术演练 那么解放军飞出了一条全新的攻台战术路径 这个让台湾当局包括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 非常的恐慌 也搞不清楚解放军到底想干嘛 吃什么药了 那么这条路径给大家一起来解释解释 来说一说什么意思 还有一个就是解放军昨天过去这29架战机 到底是哪些战机 到底是哪些飞机 这一集我们也来跟大家播报一下 同样的也做一个分析 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这篇文章 中国军机烙台线路深入菲律宾海 专家称十分罕见 29架驶中国军机 21日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ADIS 创下今年迄今数量第三多纪录 其中有军机路线深入台湾东南空域 并往返东南并深入菲律宾海 这代表着什么 台湾周二出动战机 警告中国当天飞陆机防空识别区的29架战机 路线包括台湾西南地区和菲律宾海 路透社称 这是自五月底两岸局势升温后 最大的一次所谓的入侵 那么台湾空军表示 他们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 广播距离防空导弹追踪监控等应处作为 这也是台湾例行的应对行动 大家要知道五月底开始 台海局势升温 这是全世界主流媒体的一个共同的结论 根据台湾空军公布 这是中国共出动的 包括一架次运九通信对抗机 一架次运八电子侦察机 六架次轰六轰炸机 一架次运油二零 两架次空警五百 一架次运八反潜机 八架次歼16 四架次苏30 以及五架次歼11 共击29架次 台湾当局曾表示 中国反复在台湾附近进行军事活动 是为了消耗台湾军队的能量 也是为了测试台湾的反应 数量第三多 这次中国军机老台 是今年为止 军机数量第三多的记录 今年1月23日 有39架次中国军机老台 为今年数量最多一次 5月30日的30架次 是今年数量第二多 中国声称台湾为其领土 过去两年多次在台湾周围执行演习任务 通常范围是靠近台湾西南部 和防空识别区的西南部 以及东沙群岛 对此 中国并未立即发表评论 不过过去曾说过 类似举动是接待保护国家主权的演习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路透社 北京应该停止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 对台湾的施压和恐吓 5月底 中国官方才明确表示 当时在台湾周围进行的军事演习 是作为对其与美国勾结的 一个严厉的警告 罕见路径 其中有6架机与运9通行对抗机 运8电子侦察机各一架 深入台湾东南空域 并往返东南方 深入菲律宾海 对此 国家政策基金研究会副研究员 接中向台湾媒体表示 往台湾东南下方的路径 应该是自国防部开始公布 西南空域空情动态后 比较罕见的情形 接中分析称 深入台湾东南方的战机 都属于长航程 运游20空中加油机和歼16等战机 仅在西南空域 并没有继续抄台湾南方和东南方前行 判断应是远征打击机群的分链 或部分科目演练 还不是完整的远征打击机群和联合演练 台湾海军军官 军事专家 吕李施 在其脸书写道 数量不是问题了 新路进行把西新目的才能招新了 早前 美国总统拜正成表示 如果中国共台台湾 美国将军事揭露 这似乎表明 美国对台湾的战略模糊 这次没有改变 进入中国 这几年 中国加强在台湾施压 要求台湾切入其主权主张 台湾所谓总统 所谓蔡英文 去年曾说 面对两岸关系 台湾一贯的立场就是 遇到压力不屈服 得到支持不冒进 那么这个是西方的 这些媒体路透社的这些文章 他们的主流的一些看法 主流的看法很明确 他们也说了 从五月底开始 台海局势就升温了 处于一个 从准备开展军事斗争 升级为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 明确提出的 灵活开展军事斗争 这么一个策略了 那么五月底 大家都知道 美国这个 一会儿 什么 在五月份 一会儿什么 南希佩洛西要来了 一会儿又是什么 美国的一些什么议员 飞过来了 美国又频频派一些军舰 进入到台湾海峡 那么这个当然是 对他们的一种回应 同样的 从五月开始 中国就开始承认 我在这个地方 搞军事演习 我就是武统的军事演习 就这么简单 就是针对你美国 跟台湾的勾连 我搞的军事演习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 现在这边的局势 是非常紧张的 那么大家要知道一点 中国解放军 和俄罗斯海军 在包围日本 美国使出 危危救赵 在欧洲 要求立陶宛升级 对俄罗斯的敌对行为 断绝俄罗斯 往返加利宁格勒的 陆路运输 那么俄罗斯也计划 不承认 立陶宛的国家主权 而且宣布 跟立陶宛有领土争端 而要对立陶宛动手 美国国务院直接声明说 如果说俄罗斯攻击立陶宛 那么将启动 北约第五防约条款 第五条款其实就是攻击一国 及对所有的国家都发动攻击 那么等于说在这个地方要升温了 那么看来台湾在美国的心目当中 地位还是非常崇高的 那么他认为 如果说台湾跟中国大陆合并的话 那么这将是美国昂萨的一个灾难 那么他们也很迷信 也信他妈的这种风水 你说他们这些西方人 天天信这个教那个教 他们能不迷信这些东西吗 当然 所以说宁可让俄罗斯在欧洲大打出手 让这个地方减少日本的压力 那么日本这里压力减一分 那么对台关注就会多一分 那么对中国的压力就会高一分 所以说这个是他们的想法 大家要明白 这个事件 现在的事件 不是说东亚的事情归东亚 而是说整个北约这边跟东亚的事情 它都是连在一起的 它不是说你那边是单独的一个事情 对吧 这边是一个什么独立的一个事情 不是 全部都是连在一起的 好 那大家要知道 这次解放军过去这些战机 我们看了很清楚 运游20对吧 也过去了 包括前期的这些战斗机 在固定的一个线路上面 对台湾进行模拟攻击 那么新的路线什么意思 我说过 运9通信对抗机 和运8的电子干脑机 包括轰溜 到那边去是干嘛的 我跟各位讲很明确 第一个 运9通信对抗机 也可以称为技术干脑机 为什么飞到菲律宾海那个位置 大家要知道 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我们的注意力似乎都在日本这边 就是说因为日本不是说出了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的有事 那么中国也是回应 我觉得这两个外交部回应都比较有意思 那么中国是 台湾的事干日本和事 日本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中国是台湾的事干日本和事 那么当然我们会给出这个军事动作 对吧 以军事的这个动作来回应 那么大家要知道 所谓的新路线 新的玩法很明确 我们的注意力在日本这边 在冲绳这边 对吧 驻日美军这边 甚至驻海美军这边 但是不要忘记 美国还有一路驻菲律宾美军 在菲律宾 美国也是有这些电战系统 也是有这个空军基地 甚至它的海军也在菲律宾这边停靠 美国有一个这个克拉克空军基地 就是在菲律宾的克拉克市 这边飞过来很多这种大的这种飞机 这些飞机过来是干嘛的 对不对 还有这个 美国会不会利用菲律宾这一路数 向台湾传递这个情报 对吧 大家都知道 美国他要是直接跟中国打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说过 他不敢冒这种风险 那些美吹公之牧羊犬 天天自己爹妈受了委屈没关系 但美国爹受了委屈 马上在网上敲键盘 这个辱骂自己的一些同胞 就是他们做逆向民族主义者 那么大家要知道 美国他没有这个帮的这个理由 为什么 因为我讲了很明确 就像刚才那些美风牧羊犬 他们的美国爹 从来没有和一个势均力敌的国家打过上 哪怕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 他都没有跟这样的国家打过上 美国我说过 他打的都是伊拉克阿富汗这种 伊拉克那个时候是什么 刚刚打完十年的两一战争 才打这个海湾战争 那你说他被伊朗都消耗完了 他已经打的债台高速算是一个穷国了 从一个中等富裕国家变成一个穷国了 而且你美国打的阿富汗 他又是一个什么国家 对不对 到现在还他妈是刀根火中的 对吧 你美国 你之前就算是打利比亚的卡扎飞 也只是空袭设立禁飞区而已 没有派出地面部队去打 让他们自相残杀 对吧 是这么一回事 你美国包括委内瑞拉 这个瓜伊多都要宣布 已经宣布自己就是委内瑞拉的总统 要把马特罗搞下去 美国都没出兵嘛 对伊朗这边两个航母战斗群 包括整个中央战区 司令部 全都是对准伊朗的 打了吗 没有 所以说他不敢跟中国打 而且是这个国家跟美国是平起平凑的国家 他打得起吗 我说过要打南海仲裁案的时候 早就打了 还放到今天来打吗 对不对 所以说还有一个我说过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萨拉文 代表彼得伯格俱乐部 他就是说 美国就是弃台湾 保日韩 就OK了 其他的事情就不要管了 所以说 老兵讲得很明确 为什么中国要包围日本 因为日本是最 这个想法很多的 美国也乐见这么去做 给日本一种压力 让日本更加的离不开美国 但是呢 实实在在的威胁确实是很大 那么美国呢就要在欧洲那边搞事情了 当然我说过 美国这种想法 他也是 没用 为什么 俄罗斯领土够大 他以乌拉尔为界 东部跟西部管的事务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解放军在这个地方呢 我说过 给台湾的正面压力是越来越大 那美国要化解这种正面压力 但是解放军又玩出新的花样了 所以大家要明白 在那个六架轰流到那边去干嘛 带的全都是超音速反舰导弹 全都是要打击 在那个区域 在那个区域的美军的航母战斗群 它是部署在那个位置 包括在菲律宾这边 菲律宾和菲律宾海 西太平洋地区第一岛链以外 台湾东部南部地区的美国航母战斗群 跟台湾这三方有什么通讯联系 那么我们的这个电子侦察机要去侦察它 运8的电子侦察机去侦察他们之间 在说些什么 说些什么以后 情报搜集完以后 那么指挥轰流可以去作战 那运9技术干脑机 它的目的也很明确 就是屏蔽掉你们之间的联系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特种作战飞机跟轰流K的这个配合 是相当重要的 包括在那时候要打的话 我们在外海还有至少有两条航母 在那个地方待着 在那个地方待着 我们随便舰艇会把整个台湾东部都控制住 跟南部 巴士海峡 巴林堂海峡 洞沙之间联系全部切断 让台湾变成一个孤岛 让台湾变成一个孤岛是怎么变 制空权取得 制海权取得 还有一个制电磁权的取得 所以在任何一个方位 东西南北中 东南西南 东北西北 这些地带全部要 全部要控制 无死角 让台湾的讯号不能够进出 就这么简单 同样的拒绝 拒绝美国 介入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编达 谢谢观众 谢谢